準備好 來到深水埗區 其實這區都是一個相當有故事的社區 大家知深水埗區是一個比較舊的社區 也是一個貧窮問題比較嚴峻的社區 這區總共有25個細選區 張奇兄,由哪個細選區說起? 我們由F02長沙環說 長沙環,首先有1號李文浩,2號龐朝輝,3號葉志豪 三個差一個位 2號龐朝輝是接班的,接現任區議員 對上一次,其實很多屆都是他們的陣營 即是龐朝輝的師傅? 對,龐朝輝的師傅保持位置 我今次,我自己看 覺得接位應該都穩陣 我看,接班未必一定很穩陣 但我都會看專業程度 龐朝輝是專業人士來的 你給大家介紹一下,他是醫生來的 對,醫生來的 因為長沙環那邊,近補血醫院那邊 即是那個,我們叫比較老區多 我相信如果有一個職業人士的話 譬如醫生,對於那區來說 都是一個不錯的幫忙 所以我會選擇2號龐朝輝 好,接著F03,南昌北 這區有政治明星,值得好看 1號的王曉誠 然後有2號,厲害了 鄭永迅 立法會新秀,鄭永迅 3號的劉家行 如果我選擇2號 如果我選擇2號,我經常見到鄭永迅 為什麼我選擇他呢? 就是經常出入回家,下班 你經過社區的? 都經常要搭地鐵的 都經常去擺街站 我經常問,為什麼你立法會這麼忙 你都會下去區? 他說想多些去接觸街坊 就是希望街坊去反映多些意見 除了在區裏面要放下去 在區域裏面之外 還要放在立法會裏面 去改善下民生 所以我就支持他的 我自己會支持他的 阿信的地區工作都紮實 但是這次他受到兩位人士的突擊 一位就是打正其號公民黨 另外一個就是 補稱獨立人士 但是鄭永迅在地區上了立法會之後 並沒有因此荒廢地區的工作 相信他們地區的情感和工作都是相當紮實的 看看他今次會不會繼續練任 好,我們到F04石結尾 新聞你經常見到 兩位候選人 先錦浩 先錦浩 和二號陳國偉 陳國偉 一說陳國偉就看他 我報紙見過他 真是慘了 我們叫議員辦事處被人拆爛了 然後他鋪了一些照片 其實他都沒有這樣荒廢服務 他竟然在門口開站去服務街坊 這些事情我們看到地區工作者最重要的是什麼 服務的熱誠在這裡 服務的熱誠很重要的 辦公室沒有了不要緊,心在這裡最重要 是的 一張椅子一張桌 就在門口繼續為街坊服務 也是堅持著一個slogan 是的 韋仔幫到你 所以要我選擇 二號韋仔幫到你 OK F05南昌東 我住的選區 第一號韋仔 第一號參選人 陳隆傑 陳隆傑 2號 何啟明 何啟明 我自己這樣行 經常我都會去問我媽媽 其實你選舉的時候想要投誰 初頭上一屆我媽媽會去投選何啟明 讓她入局 她說她初初的時候做區議員就很勤力 經常擺街站看到她參選前夕 結果選了之後 選了成本入閘之後 我這幾年我都有見過她 不過就是什麼時候見到她 剛剛十一月之前 報名後之後 報名之後 見到她 貴人是亡 是的 所以我自己會選擇 一號陳隆傑 陳隆傑 因為陳隆傑 我見過這幾年她做個服務不錯 即她也不是突然跳下去 不是的 即是在地區也服務了一段時間 是的 起碼服務了兩年多 有些誠意 我媽媽也有報他們的活動 活動 或者有些交流 老人監換 我覺得是一個不要臨急抱佛腳 去假裝勤力 而你選了進去之後 然後又不勤力 然後我們市民 突然又再勤力 是的 突然又再勤力 這樣就不行了 這個關乎參選人的誠意 大家真的要看看 好 接著 深水埗也很多 我們講Apple十麗角 這區不得不提 剛才我們提過一個人 好 鳳檢基基哥 基哥的發源地 這裏是她的主場 好 這次她就 教班了 教班 對 有參選人1號 陳詠欣 然後2號 李廣 李廣 對了 李廣 那麼 陳詠欣就2015年的時候 就成功 就 蓋低了基哥 就是挑戰成功 打敗這個巨人 又美女又勤力 成功守住了 但是這次李廣 就是協助這個文協的繼承人 接班人的位置 來挑戰 我會選1號 是嗎 你知道了 就是1號 因為她有 綜藝 美女又勤力 好 還有她好像 我自己上網看 她是一個讀法律的 即是法律畢業的 放棄了一個高薪口席 是 是 寧願服務一些街坊 是的 又美女又勤力 又專業 所以我一定選她 好 這一區就是 是的 這樣的情況 好 接著就F12的新區 新區 這個是 碧會 碧會 三個候選人 有一號的 周詠恆 二號就是 榮永威 三號就是 馬漁生 碧會就是一個新社區 據了解 背景資料顯示 那裡是一些中產社區 包括 碧海藍天 那些 新的屋苑 全部都是中產屋苑 相當富裕的一個社區 是 那這個社區裡面 就有三位的參選人 有民主黨的背景 有獨立的背景 有報稱是 黃永威 三個人都在這個地區 想著出選 但是黃永威 我們都曾經 有些那區的朋友 都反映過 就是他都在那區 有設有辦事處 還有很擇實的服務 究竟憑著這些擇實服務 能不能夠取得這些選民的支持 就是這一區最重要的焦點所在 我選擇 我選擇一些紮實服務 當然是 不要只是搞抗爭 其他那兩個 就真的 不太了解他們 有些什麼 我暗中 不過我純粹都是服務 私民 怎樣選擇 就交給當區的居民自己去 好 接著 F15、F16、F17 一看 美孚一村 一個說完美孚新村 一個這麼大的社區 就分了三個選區 好 首先說F15 美孚男 首先有1號的黃達東 2號的周遠文 對 有誰是現任區議員 現任區議員 黃達東 黃達東 我都會選黃達東 一來黃達東 服務靠不靠得住 服務靠不靠得住 服務靠得住 現任區議員 還有達東也都在深水埗做很多事 譬如各界慶典委員會 我見他做 即服務不只是美孚的 整個深水埗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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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無師 無師精神 最重要是不計較 所以我選一號黃達東 好 看高一線 中 中 中 就有葉佩林 葉佩林 對五月蘭 五月蘭 我會選葉佩林 葉佩林 因為我早前發覺 有留意他 他在美孚那邊創立了一個會 專門推動一些長者的地區醫療 關注長者 關注長者 所以 美孚也是一個老牌社區 我們經常說地區的醫療要發展 對 我覺得 憑著這個 這麼有先機的專業角度 我覺得 是值得支持 看高一線 看高一線 好 接著F19 袁洲 這區就沒有什麼難度 有一號的李漢庭 文協 對 二號的陳偉明 偉明 文建聯 文建聯 第一 補充一句 陳偉明是現任燃州選區區議員 勤力的 也是現任區議會的副主席 大家都知道 區議會主席 包括深哥 深哥 近兩年 身體比較差 偉明 主動承擔很多工作 主動承擔 不特節 在服務援州當區的居民 都頭頭是道 都沒有因為去照顧其他地方 處理其他事 而去擔悟 我支持偉明 接著F20 蘇屋 蘇屋新 蘇屋是重建的 重新入伙 以前的人口可能都重新洗過牌了 有1號的陳銘基 2號的林佩敏 3號的何坤州 3個人 程義傑3號 我會選何坤州 何坤州 其實跟之前 蘇屋威的區域差不多 他都是很陽光 年青信秀 很勤力的 我見他過時過節 或者是翻風下雨 我都見他會擺街站 其實做地區工作 勤力是最基本的因素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賣點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因素 對 尤其深刻一點就是山竹事件 山竹事件 對 第一時間會到落區 我通常會很留意 很欣賞這些年青人 明白明白 他第一時間到了社區 是其中一個 所以我會選他 OK 接下我們 還有沒有什麼焦點值得推介 到我們去F21 李靖屋 1號 江桂生 2號 陳鏡秋 3號 林浩南 江桂生 之前撐低了陳鏡秋 現任的區議員 對 江桂生 對 但是陳鏡秋 我見他 就是那個 上次不是贏很多 贏少少 就是 陳鏡秋 這位前輩 我經常在社區服務 都熟悉的 熟悉的 雖然輸了 也是揭力服務 就是李靖屋邨的公民 即是沒有說輸了就不理了 對 即是跟有些議員輸了 接著就不理 淡出社區 人都不見了 人都不見 所以我都是布爾 陳鏡秋 頭2號 我會頭2號 明白 接著F23 夏伯田 這區最激烈的 四個參選人 就是有1號的林偉文 2號的欣啟榮 3號的陳澤成 接著4號的方志龍 這區爭議大了 欣啟榮 就是報稱無黨派 不過 經常都在關鍵時候出賣建制派 是這樣的嗎 是的 就是關鍵時候 關鍵一票 就是經常爭奪一票的時候 最初就說 是 就是以為傾了 是 就是 每次都糟糕 真的糟糕 關鍵一票 大事不妙 對 大事不妙 接著就是 3號的陳澤成 獨立民主派 聽聞好像搞港獨 我有留意 那個字是搞港獨 那不是散兵來的 是散兵來的 是散兵來的 如果我選擇的話 我選1號 劉偉文 正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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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正氣的 OK 接著 F24 又一村 1號 這個不用想 劉偉聰 2號 李梓敬 李梓敬 梓敬 在當區服務了相當長時間 有專業人士 一直都得到街坊的支持 今次 劉偉聰應該不會帶來太大的挑戰 希望 好 究竟會怎樣 就真的要看回11月24號 了 跟我們先說 最後